另据美国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比尔盖特茨 注意啊 他是比尔盖特茨 比比尔盖茨多一个特务的特 他透露 这个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 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潜艇建设进度 包括索眼在内的美国军事间谍卫星 经常有规模的 注意这个词啊 经常有规模的拍摄中国的核潜艇制造厂 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也是通过其他特殊渠道观察 什么叫观察 就是窃密啊 中国新型核潜艇的装备 除了核潜艇 此前的一份外泄的美军文件还透露 美国海军近年来一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美澳联合基地内部 也是部署了窃听和解码人员 专门负责监听和监视中国海军的一举一动 收集中国海军的情报以及军事发展的情况 近年来 美国在对中国加强特工活动的同时 也还在不断扩大招募 反华谍报人员的范围 所以就说呀 这个一定要加强相关的国家安全保密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